来看玉立芬局的警察碑碑是碑东西的碑 玉立芬局轮天派出所远警 日前在执行深夜巡逻清雾的时候 发现了电线杆旁有一位身体虚弱的老翁 经过查证身份发现 老翁就住在100公尺外的房子 但因为老翁行动不便 再加上失智找不到回家的路 于是远警就决定一起背起了老翁 平安的将他送回了家 二话不说远警一把背起老翁 迈开脚步往前走 没了吗 没了 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就怕老翁不舒服 帮我走路哦 找不到路哦 走了100公尺老翁的家终于出现在眼前 平安把老翁送回家任务圆满完成 警方也才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原来14号凌晨警方执勤夜间巡逻时 发现60岁的杨姓老翁半夜不睡觉 还在外面徘徊 疑问之下发现他就住在100公尺外 但是疑似因为行动不便 再加上失智找不到回家的路 所信由警方协助老翁才能平安回家 根据了解阳姓老翁平时独居 家中只有一个房客跟他一起住 这次房客以为老翁在房间呼呼大睡 直到远景把老翁背回家才知道事情大调了 他脚步放掉能够回来家里 感谢所导 家属再多的感谢也比不上老翁安全回家的感动 远景把村民当成自己的家人照顾 让人大赞 这真的是台湾最美的风景 记者 许丽勤 王玉君 花莲采访报导